恭喜乌尔善导演的《风神》第一部《昭歌风云》 获得2024年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入围资格 一同入围的国产电影还有《大圣归来》的导演 田小鹏指导的动画长篇深海 至于大家很期待的《流浪地球2》 其实也送选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单元 遗憾的是老美看不懂忠实科幻 连初选都没有入围 盘点下史部最具竞争力的电影 一、悬疑电影《花月杀手》 马丁斯科赛斯指导 莱昂纳多、小里兹主演 改编自大卫格兰的同名畅销书 讲述了1920年代俄克拉和马州 印第安人的一只欧塞奇族 在部落土地上发现石油后 发生的一系列谋杀事件 二、喜剧电影《流校联盟》 亚历山大佩恩指导 讲述了1970年的一所寄宿学校 一位脾气暴躁的历史老师被迫留下 陪伴几名无处可去的学生 度过圣诞假期的故事 三、奇幻电影《可怜的东西》 欧格斯兰·斯莫斯指导 艾玛斯通主演 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 逃避丈夫虐待不幸身亡的女子贝拉 被科学家成功复活后的离奇经历 四、爱情电影《过往人生》 西林宋的导演《处女座》 讲述了两个儿时好友重聚 他们思考着彼此的关系 以及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故事 五、传记电影《奥本海默》 诺兰指导 基里安·莫菲主演 改编自美国普罗米修斯 《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讲述了美国理论物理学家 原子弹之父 罗伯特·奥本海默一生的故事 作为奥斯卡风向标的 第81届金球奖颁奖典礼上 奥本海默摘得最佳影片 最佳原创配乐 诺兰获得最佳导演奖 基里安·莫菲也凭借这部电影 获得最佳男主 小罗伯特·唐尼获得最佳男配 斩获五项大奖奥本海默 大获全胜 也让奥本海默成为 这届奥斯卡的最热门影片 六 戏剧电影《美国小说》 科德·杰弗森的导演处女作 杰弗·李怀特主演 改编自《破西瓦尔·埃弗雷特》 2001年出版的小说消除 讲述一名失忆的小说家 兼教授出于怨恨 用开玩笑的方式 写了一本充满古怪 刻板印象的黑人文学著作 并将这本书拿去出版 结果大受好评的故事 七 喜剧电影《巴比》 格雷塔·葛维格指导 马格特·罗比主演 以巴比娃娃为原型 讲述了生活在巴比乐园里的巴比 突然发现自己发生了变异 于是前往现实世界探寻真相 开始省思自我和身份认同的故事 八 传记电影《音乐大师》 布莱德·利·库珀指导 讲述了音乐传奇人物 伦纳德·伯恩斯坦和 费里西阿蒙太莱格雷 持续一生的复杂感情故事 九 战争电影《利益区域》 乔纳森·格雷泽指导 改编自《马蒂·艾米斯》 2014年出版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奥斯维新集中营的指挥官 鲁道夫·霍斯和妻子海德威 计划在集中营旁边的房子和花园里 打造梦幻般的家庭生活 10.惊悚电影《坠落的审判》 如斯汀特里耶指导 讲述了作家桑德拉的丈夫 在雪天离弃身亡后 桑德拉遭到逮捕 她必须在法庭上自证清白的故事 第76届嘎纳电影节上的 最佳电影《坠落的审判》 获得金棕旅奖 而这部电影 也是这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强有力的角逐者 在继续游戏中营旨